但是越南发生了反中暴动 许多台商都遭受波及 越劳在台湾状况现在呢 立委们也都非常关注 是不是呢 有必要的时候要来全面冻结呢 立委陈杰如昨天在立法院 设服未还委员会质询的时候 就要求说 这劳动部应该要以全面冻结 越劳来作为制裁的手段 我劳动部长潘世伟表示说 其实这个越南家庭类的劳工 因为逃跑率很高 所以在94年已经停职引进了 现在还不到全面冻结的程度 但有必要的时候 当然他们也会采取行动